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熟悉他的朋友都还记得他拿到金腰带的那场比赛啊 这是我们今年的年终胜典 在五回合苦战之后最终裸脚降服了非常强壮的马里奥 到了骑正位 好 连续的杂击 好的 顶住对手 继续下杂 对 还是要找机会下杂 这个位置非常的好 在下位的莫斯也是积极的反击 到了这个位置 过腿拿背 好的 对 这场比赛虽然是主场 那领主相当的稳健 好的 拿背后的骑车 连续的杂击 但是要小心不要打到对手的后脑 因为根据我们武林龙中队的规则 对于打后脑的判罚非常的严厉 不主要是为了出于保护运动员 格雷格刚才连续的喊出 Feed back Feed back 就是在提醒在下位的莫森 一定要还击还击 但是莫森并没有给出太多的反击 所以出于保护运动员的目的 那么敞财 格雷格这边也是第一时间叫停了比赛 在这我们也要恭喜来自中国的藏族小伙 小阎罗荣主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恭喜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本场比赛进行到第一局 两分五十秒时 同方TKO对手 比赛结果同方胜